大家好 我们说题组5 我们用总表的方式来做 一次把它做完 把所有 附件1到附件4 所有的栏位 全部把它叫出来 叫出来之后 就做成一张总表 接下来说青菜萝卜水你挑了 附件2它需要什么栏位 我们就看一下 它要部门名称 业务姓名 客户保号 联络人 总额 好 那我们就按照这几个栏位来挑 因为一样是90年 所以就不用看了 好 那我们就按照 这是总表对不对 好 那你就去挑了 甚至说 你也可以这样子 按右键 按右键 你就是不用挑了 用剪的 把不要的剪掉 你就按什么 按移动或复制 移动一样是在 这张工作表 60小美人体制5 一样是这一张 你也可以移到其他的 档案去 可是我一样是这一张 这一张我要建立一个副本 所以建立副本说 你这总表还是要在 总表还是要在 只是你给我一个 就负责这张表好了 负责这张表 那你要放在哪里 好 我可能要放在总表之后 那么就放在5之1 你放在5之1 等一下它就出现在5之1之前 那我们试试看 有没有看到 它就会出现一个总表2 这原来总表还在 然后呢 出现一个总表2 你如果刚刚这个地方 没有按建立副本的话 那么你的总表就会不见了 因为它认为说是减价的意思 这样懂意思 好 那我们知道总表2之后 我们把它改成5之2 改成5之2 那么我就根据它要的留下来 不要的把它删除 所以交易年不要 好 删除 然后呢 业务姓名要 客户保号要 部门名称要 总额要 联络人要 那么就这两个不要 删除 部门名称要 联络人要 产品名称不要 交易月不要 这样子 那你看看你觉得哪一种方式比较好用 然后随便你啊 好 那我们我就把部门名称剪到前面去 剪下 到A栏的地方 插入剪下的储存格 客户保号 联络人 好 就把总额剪下 插入剪下的储存格 差不多这样子嘛 对不对 好 这样子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的要求 好 就会有各客各客 那请问一下 我都没有做 我都没有做 排序哦 因为我等一下要用枢纽分析 表 数纽分析 我们假设我们来看一下哦 我随便做一个数纽分析哦 我随便做一个数纽分析 好 是这样的范围 安确定 你看哦 假设我有个部门名称 你看 它会制动一二三次 它会制动排序 是由大到小 还是由小到大 由小到大 所以数纽分析 它本身就有这个功能 它 你不管叫任何的东西出来 它就是由小到大给你排序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基本上 我不需要排序 除非这一题的要求 刚好要由大到小 或是怎样怎样 那这时候 我们再来做 刚好做相反的排序 那你要记得 数纽分析表示 是你先跟SS一样 在前面那个人 就是第一个排序的方式 在第二个人 就是第二个排序 所以你要点的时候 也是一样 如果我现在点客户保号 那么客户保号 就是第二个排序 然后呢 我再点业务姓名 那业务姓名 就会第三个排序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点的时候要小心 你要看你要点哪一个 要以顺序来点 而不是由上到下来点 这样懂我老师意思哦 OK好 那我们先不要管它了 我们现在没有要做这个数纽分析 先把它删除 好 好 我只要告诉你们说 等一下我们做数纽分析 会做这样的排序 所以我们先不要管它 好 接下来来看一下哦 题目的要求好了 好 90年 好 题目一部门名称来做分数 而且一部门名称做递增排序 所以第一个哦 递增 部门名称递增 而且每一个部门名称只能出现一次 意思就是说它不用重复列印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这边是业务一课 看一幕 这边也业务一课 业务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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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一个部门里面有四个人 你只要出现这个地方业务一课 这边出现业务二课 其他地方都不要 其他地方都给我删除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讲的都是废话 我看参考单我就知道了 好接下来看一下 第二个部分针对每个部门名称列出所有业务性命的交易 一业务性命 OK 赶快画起来 这是第二个排序 还要我跟你说要画 你才知道要画 这都基本常识不是吗 好 这是第二个排序 OK 然后呢 它说没有交易的业务性命不用列印 意思就是大于0 我们刚刚之前有没有做大于0的动作 那我也告诉你们 如果dataset3的话 基本上都会大于0 对不对 所以是还好 如果是抽到dataset3的话 这句话你把它当废话也OK OK 好 接下来 针对每个业务性命 计算每一个客户保号的总额 并针对每一个业务资料的 业务性命的资料记录 集中在一起 依总额递减 哎呦 这边看到有没有递减哦 跟我们参考单 跟我们的本身 我们等一下做 枢纽分析刚好是相反的 我们刚刚说 它如果枢纽分析 它排序是用递增来递减 蛤 递增哦 那这是递减哦 所以你这个一定要给我弄起来哦 这边赶快把它 把它这个地方写递减 你会到时候你忘记 所以你这时候要做的 第一个部分是什么 第一个递增 这个 这第二个部分 递增 第三个部分是 客户保号的总额 第三个 递减 而且你这个递减 一定要特别把它框起来 因为等一下 我们做好枢纽分析表 要针对这个地方来做 这有意思吗 好 同一笔这一的总额 等于代价乘以数量 OK 同一个如果有多笔交易 应该叫总额余余加总 也就是说如果西权电器有两笔 那麻烦你把西权电器两笔给我加起来 变成这样子 真的有意思吗 OK 好 这都是废话 不用讲 接下来业务姓名说的 这下栏下面 总额栏位应该列出业务姓名的总额小记 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 这叫总额小记 就是王玉是这个人 这种额小记 然后每一笔客户只出现一次 一样 就是一样意思 我刚刚说如果西权是两次的话 你把它加总起来 变成只有一次 他讲的话都是废话 反正我只要做出来 最后跟他一模一样就好了 那每个业务姓名 只能出现一次 不重复列印 什么一二分之一 你自己去看 每一个部门名称下 所有的资料下 加入加一个部门加总 我也可以看得出来 参考单都看得出来 所以都是废话 每个所有部门 也就是试刻列印完毕之后 加一个销售总额 计算出他的总额 这地方 他应该会告诉你 我这边有几个Enter吧 看一下 销售总额列出所有部门加总额 他没告诉你啊 下面一定会告诉你 看一下 销售总额这样 靠左 三个空白列 这边有三个 所以你一定要写三个空白列 三个Enter 看懂吗 基本上你看到报表标题的话 基本上就 就是跟那个什么 看到报表标题的话 就是 跟一色有没什么关系的 跟S没什么关系的 跟Word才有关系的 跟格式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把所有他要的东西大概看过一遍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了 OK 好 那我如果照他的方式 你可以看一下 我如果照他的方式开始来做 总额的加总 对不对 来看一下 好 如果照他的方式开始来做了 如果我用小记的方式做 我从来没告诉你们 书里有分析跟小记有什么差别 对不对 好 如果我纯粹的只是为了要做小记的部分 好 按资料 我按小记 好 今天假设我现在只要总额小记 对不对 可是呢 他没有办法 因为有太多这个东西 他没有办法 而且他要做排序 他要先排序之后才能够小记 不然他之后会变起来会变成什么样 今天假设我们假设全部过来打工 我们先来看他会变什么样子 怎么看到 三刻在前面 四刻在前面 三四二 怎么看到 你要先排序 排序好之后你可以看一下 明明堂大乔公司 然后台湾航空公司 他会变成 不晓得他用什么样方式来小记 因为前面有太多的排序的方式 会影响到他后面小记的方式 所以呢 我们说过很简单的 只是纯粹什么业绩的 我们那时候做什么东西啊 我们就知道小记的是什么 销售总额是不是 业绩总额 那个很简单的小记 或是什么百分比 什么业绩达成率的那个地方 很简单的地方来做 没有问题 可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排序好 还没有做好排序 你再做这些东西会很乱 所以我们等一下想办法 我们再做那个 我们先回到我们正题 我们先做枢纽分析 告诉你枢纽分析会比较好用的地方在哪里 滑鼠放在任何一个地方 对不对 好你按常用 按插入 按插入 枢纽分析表 好 第一个部分 它的范围就是A3到A96 按确定 之后呢 我说过了 你按照顺序来点 第一个部分是部门名称 第一个排序部门名称递征 好按部门名称 它会自动配到这边来 看到部门 看到列标签 接下来呢 业务姓名 第二个排序 所以你就要按第二个排序 业务姓名在这地方 第三个是什么 客户保号 客户保号 客户保号基本上 它不用排序 它不用排序的情况下 应该是在第二个在做 第三个先做联络人 先点联络人 然后再点客户保号 懂吗 没有 再点总额 你可以看一下 它都在这个地方来 你看 它都在这个地方 在列标签 因为它不用加总 它都不用加总 可是你点总额的时候 它会自己到这边来 让你加总的方式 接下来你再点客户保号 OK 做好之后呢 做什么动作 这东西是我们要的吗 不是吧 按一下 这边 来看一下 参动数据分析 依序点选 有没有 部门名称 业务姓名 我客户保号是最后一个用的 因为我 我怕会影响到它的 总额 可是你又想 因为总额是在这个地方 是后面它会自动 跳到 散北选址的地方 它不会在地 刚看你这边 有没有看到 它自动会跑到这个地方来 当然你也可以给它 你也可以到这边来 它就会变这样 变蓝标签了 一蓝一蓝 看一下 你看一下 它会把所有的东西 放在这个一蓝了 懂吗 你就把它拉下来 它自动它会自动抓 抓到这边来 好 抓好之后呢 它会告诉你哦 数据分析表这个地方有个摆面配置 在依列表的方式来显示的话 它会回到它原来应该去得到的地方 我刚刚在这边摆面配置找对不对 找不到啊 所以要到哪里 那数据分析表里面的设计里面 有一个报表摆面配置 这地方用列表的方式来显示 是比较像 比较像了 有没有比较像了 OK 比较像的情况之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题目有没有要求说 你看一下它怎么像法 好 第二个部分 业务一刻这地方是比较像了 下面是什么都没有 OK哦 好 第二个部分 业务姓名是不是很像了 王玉士全部把它加动起来 是不是 接下来是五美城对不对 接下来是五美城对不对 请问一下 它有说要把 比如说好了 这西权电气工厂 股份有限公司 545200 它有像它一样吗 又再重复一次 有吗 它有没有跟你说要再重复一次 没有情况下怎么办 来看一下 关你的头了 关机 来 把五至二至一 不要的合计删除 题目不要客户保号的合计 刚刚这个地方 题目不要 这个客户保号这个人 联络人是 他有给你联络人吗 联络人是 林庆文对不对 好 接下来看一下 他说题目不要客户保号的合计 为什么是林庆文的合计啊 在客户保号按右键 那为什么会到这边来 应该是不要 应该是不要小记联络人啊 应该是不用小记联络人 是这个地方啊 所以我们刚刚没有把它移过去 对不对 刚没有移过来 没有办法移 等一下再移 所以他是联络人 联络人 我知道了 应该是我刚刚 先点他 所以他会多一个联络人 那基本上你如果先点他 他就会多点一个客户保号 那不管看你怎么点 来看一下 再一次哦 他会自动出现一个小记联络人 那如果有出现联络人的话 你就变成小记联络人 把他打给我取消 好 那我们复原一送 复原一送 好 部门名称 业务姓名 客户保号 联络人 总额 如果加这样的方式来用的话 客户保号 联络人 总额 用这方式来做的话 好 以地保方式显示 他就变成客户保号的前面 他会自动加一个客户保号 那你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无所谓啊 看你怎么做 OK 好 做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哦 我把它缩小一点点 OK 那么就会加总了啊 那就会王玉智加总是多少 跟这个一模一样嘛 看参考答案 你做好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delete掉 OK好 来看一下 是不是跟他很像 王玉智 然后前面有四个人 然后全部加总 2095 30710 有没有看到 那接下来只是说 王玉智总记的地方 合记的地方 到时候把它删掉就好了 是不是 然后他自动会帮你做合计嘛 是不是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他还需要 好 那你们先做到这个地方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我们说 不管是客户保号 还是联络人 不管谁在前面 谁在后面 你觉得有差吗 原因是什么 因为九合的 联络人就一定是 程序职生啊 他不可能 九合联络人 会到郭署林去吧 是不是 可是你前后 我觉得是有差啦 是还好 是原因是什么东西 因为他这一次是四个排序 他没有说要把联络人也排序 他如果说联络人 一定要在前面的话 是 没有差 懂吗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是客户保号之后 就是加总 所以联络人 他的钱在后 基本上 我就觉得没什么差别 因为接下来就是加总 接下来是值 他不是跟前面一样 是常数的 所以我觉得还好 无论前还后 我刚刚特别有讲的 看一幕 如果你出现了这个东西 小记客户保号 你出现了这个东西 表示什么 我不需要这个东西啊 所以不是到这边来找了 这地方是按照排序 是排序跟setion的东西 不是到三角形 是到这个蓝色的地方 按右键 按小记 把它打勾取消 那么就会少掉这个东西 这种意思哦 好 接下来看一下下一个 题目要求 我现在已经做好 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 接下来 做得差不多啦 接下来就是排序的问题啊 你可以看一下哦 他的排序是怎么排序 题目要求是递减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最高的会在上面嘛 五四 三二 一四 七三嘛 就慢慢慢慢减下来 是不是 可是我看要有参考答案哦 四八 二三 六 一三 有递减吗 没有 所以你要记得看一下 他这边是有业务一克二克三克四克 所以这边是有排序的 接下来王玉智第一个 也表示他是有排序的哦 九 九合的九 九比那个有还要小嘛 台比东还要小嘛 九比金还要小嘛 所以前面三个是有做排序的 可是最后一个他是没有排序到了 你懂吗 那最后一个排序我们要什么排序 你说我在这边 你说我在这边按右键好了 来看一下哦 要选哪一个 他也可以移除啊 懂吗 好 他会有一个总计百分比 就是到我们 接下来的地方会有一个百分比的部分 也就是说呢 你只要有金额 他就马上帮你算百分比 这我们在第 等一下 下两个就会看到了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好不好 这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非要值 他也可以做加总做平均数 这个地方也有 就是说你的数量分析表里面有这些功能 好 接下来看一下值 其实我们刚看过对不对 好 接下来看值单位设定 值单位设定有看到 我的名称我也可以把它改掉 也就是说我不要叫加总总额 我要加总额啊 所以我把加总总额给delete掉 那么等一下他就会改成总额咯 OK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要做这样的方式 呃 你要再做加总吗 没有啦 我只是做这样子而已 而且他还可以做什么动作 做到这个地方来 懂吗 有卡码点啊 小数点二位啊 他还可以做这种这种事 而这个地方应该还没有做到这个地方 我们先把这种额给delete掉 好 去把它的名称改掉 好 先做这样子 这两位名称 加总额已经有了吗 总额已经有了吗 那为什么说已经有 好吧 那不理他 随便写一下 随便写一个 他会改啦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写起来 可能是因为他是根据我们之前 五之二而来的吧 他认为说已经有了 你不能再给我了 他或许是这么认为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六地方对不对 好 接下来看一下 好 我们这地方做好对不对 题目要求按总额递减 因为系统预设是由小到大 所以在客户保号的栏位 按右键排序 好 那我们刚刚是在这个地方做 看一下 我们刚刚是在总额的地方做 所以他只会针对总额的部分来做而已 如果我们在联络人的地方做 来看一下 在哪里 题目要求什么 看题目啊 看我参考答案 按排序对不对 按右键有个排序 我们假设我们在那边做可不可以啦 这边有排序 有哦 因为我们要做排序对不对 所以你要在任何一个 有三角形的地方才能做 懂吗 所以你刚刚那个总额的地方 是没有三角形的 因为那个是直 它不会出现这个东西 直这个地方 它没有出现到三角形 你不能做 你在任何一个 我的讲义是不是写 在客户保号的地方 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有个排序 好 更多排序的选项 你去改它 好 你按什么 递增递减 递减对不对 然后就把它改成什么 二种额 还没确定 那么它就会排序了 诶我现在什么 等一下我没有改 是不是 等一下再说一次哦 排序 递减 我刚刚现在按总额 对不对 然后呢 一种额排序 一种额递减排序 部门名称 那么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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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在客户保号 我了解了 因为它在客户保号之后 是这个意思吗 它在客户保号之后 所以我在这边的话 变成在业务 在部门名称之后了 所以就不行 我们试试看 就变这样子 变成三刻上去了 所以你必须要在客户保号 联络人也可以吧 我们现在联络的可不可以 没有因为我刚刚已经做过 再做一次 重新来 再做一次 我们反正我们就尝试嘛 我宁愿在那边尝试 而不是你们在现场再去尝试 如果在客户保号 一定要在客户保号做吗 为什么 依加总总额排序客户保号 哦 了解了 因为它是用客户保号里面的 这个东西九合嘛 按九合里面的全部的加总 跟有万里面的全部的加总 所以一定要在客户保号里面做 懂了解了吗 因为你在那边的话 变成一个王玉智而已 王玉智里面 他不晓得要以谁为主 所以你在客户保号 他现在客户保号里面来做的 这样的意思吗 现在客户保号里面的最高的放上去 所以你看哦 我们原本是不是业务一课 王玉智 我说然后客户保号是小的是九合嘛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他说要加总 对不对 可是他又说 这是第三个还是第四个 看一下题目要求 第二个是业务姓名 对不对 第三个是客户保号的总额 所以根本就跟客户保号没有关系啊 我刚刚一直以为跟客户保号有关系 白痴哦 客户保号没有 我们一直以来就只有三个排序而已 三个排序而已 我介绍下一题去四个排序了 所以客户保号根本就不需要排序 懂吗 所以第三个排序就是总和了 我一直以为客户保号有排序 你们也没提醒我 被骗了 所以呢 第三个并不一定是九合在这上面 因为他并没有排序 可是参考 可是你用枢纽分析表的话 他就会把它九合放在上面去了 所以第一个排序不需要做 因为递增 第二个排序不需要做也是递增 可是第三个排序一定要做 也就是说他要变成递减 那懂意思了吧 懂意思了吗 懂了哦 OK 好你们坐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呢 这就是五支二支一哦 OK 我们排好序了不是吗 还没又掉掉 我刚刚又掉掉了吗 我刚刚没有互联 OK好 所以你要记得哦 你要在客户保号的地方排序 好 那我们就 第一个排序是这个 第二个排序 第三个排序 所以我刚一直以为 第四人会有排序 所以我们在做 顺序分析的时候 会有那个错误 因为最后一个排序是在 传媒群直的地方 所以你只要点的时候 点一二三四五 这样排序就可以了 如果 如果有加这个东西 如果是有加另外一个 这叫常数哦 这叫常数 意思说它不是数字 叫常数 如果是常数 还有加另外一个的话 那你就要小心 这个东西不能往前面 可是它只有两个 那么第三个是这个 因为它是传媒群直 它跟常数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前面 全部都点好之后 再点这个 不会影响到排序 知道吗 可是你做好之后 你还要到客户保号来 因为接下来 我们就依据 这是第一个排序嘛 第二个排序 接下来第三个排序 依照什么 依照总额来做排序 可是这种额呢 是根据客户保号里面的 的客户名称而来的嘛 所以你要到这个地方 来做排序 好在哪里 排序 好 更多排序里面的 递减 加总总额按确定 OK好 那排序好之后 你要记得看一下 一生一世 我爱三八 林庆文 好不好 一生一世 我爱三八 林庆文 嘿 三八零嘛 林庆文 OK好 你有看到第一笔是 一生一世 我爱三八林庆文 那就对了 OK好 那你做好之后 这是五十二十一 对不对 好 同样的 你也可以直接按复制 按移动或复制 按什么 按移动 我是习惯性的 直接从下面 直接下面框起来 往上框 那么就不 这样应该就不会 把这个东西给弄上去 我如果用复制的话 移动复制的话 可能还会把这个 摘取的东西弄过去 可是这样的话 应该不会 我们试试看 工作表 直接把改过来 叫五十二 十二了 对不对 五十二十二 那因为到A1 对不对 直接贴上 按这个值 就不会了 你如果按在这个的话 就会把枢纽分析一起过来了 就按值就可以了 好 过来之后 记得这个地方 能看到 科学符号 所以记得 OK 记得哦 好 记得把家总额 总额给delete掉 好 好 接下来 你要怎么排序 基本上这个东西 只要跟金额 我只是说 基本上是这样子 然后你自己也要看一下 你自己也要看一下 什么自中自主自用 你要继续看一下 确定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做 这个我不去看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题目的要求 题目要求 我只要看参考单 就知道了 好不好 好 参考单 第一个 业务一课 接下来是部门加总 对不对 业务一课 全部的加总 就是部门加总 那我们看他怎么做的 它是叫做业务一课 接下来是业务一课 合计 业务二课 是业务二课 合计 所以基本上 应该把它改成部门加总 我看下一页 也叫部门加总 所以基本上 我把它全部改成部门加总 就可以了 所以呢 寻找 寻找什么 寻找什么 页 点不进去 按取代 好 页 顶字号 记 页锦记 意思就是说 我不用写太多 页锦记 里面是锦字号 物二课合 这东西是锦字号 然后我只要写第一个字 跟最后一个字 全部把它改成部门名称 部门加总 我按全部取代 好 这个四笔取代也好了 对不对 又一课 二课 三课 全部把你取代好了 是不是 好 记得哦 一定要从这边开始做 一定要从这边开始做 OK 好 接下来做什么 王玉字合记 请问一下需要王玉字合记 这种东西吗 不用 不用 那我要怎么做 当然是锦 锦记哦 锦记取代成什么 空白 对 锦记取代成空白 好 全部取代 不行 因为他 这个是 这不是空白啊 那是要部门加总啊 所以你不行 而且要从第一人开始做 OK 好 所以一共有十八个人嘛 十八笔嘛 是不是 好 做好之后呢 是不是全部做好了 我刚说十六还是十八 十六 好 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十八 看一下 应该最后一个 有一个用到 最后一个是什么 看一下 部门加总 没有啊 我刚刚是 刚刚是到底取代几个啊 十八个原因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故意好不好 先看一下为什么十八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啊 因为我用紧记 我用紧记 所以它就会变成这个东西 它连这个东西也不见了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不见了 看一下 没关系我们再一次哦 紧记 那所以我刚刚说要从第一两开始做嘛 第一两开始做的话就比较不会出问题 销售总额吗 是哦 好 然后紧记把它取代的空白 好 我一个一个来哦 试试看哦 一个 一个哦 按 取代一个 两个 三 三个 四个 你看 有个记公司 有看到 所以你就不能用紧记 你要做什么东西 和记 紧和记 OK 所以这样都回家了 所以我还可以说 你们要记住 每个 大概要几笔资料 我们说四四十六 对不对 好 所以用紧和记 比较不会出问题 好不好 好 紧和记 那我就取代了 全部取代了 十六笔 就应该是对的 OK 所以才叫你们看一下笔数有没有正确 好 好 接下来做好之后呢 他现在要做什么事 看一下 呃 越物一刻 接下来是往 呃 这边要做阶梯式的 要做阶梯式 然后这边又要 这边又要空一格 所以现在怎么办 蛤 一字光起来就有一座 那意思就是说 来看一下 我们想想看 他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意思就是这个 王玉师前面插一格 在五美城前面插一格 是不是这样子 看一下 这王玉师前面插一格 五美城前面插一格 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这样这边来 今天来做什么动作 看右键按什么 插入啊 当然不是啊 插入就到那边去啊 还要什么 看一下 题目有写 我的讲义有写 看一下 好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 框A栏取代 业锦记 变成部门加总 锦合记 你们看到 所以你不可以用锦记 OK 锦合记 全部存在空白 有16笔 特别告诉你16笔 好 你们看到 我都是从那边过来 最后一笔 总记 感染成真正的总额 然后在这边 这边做好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各业务性名 请要插入一栏 对不对 OK 好 来看一下 或是框 你要在逼栏的地方 在逼栏的地方 好 框五美成 然后寻找常数 按右键查入 怎么做呢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框逼栏 然后呢 按什么 寻找 寻找一个这样 往三角形的地方 寻找什么 常数 在哪里 有没有看到 好 寻找常数 常数 他就会寻找 王玉世 王玉世这下面的地方 有没有看到 全部都找到 对不对 然后按什么 右键 可是你要知道 他好像连业务姓名都框到了 因为业务姓名也是一个常数 因为他不是 他不是什么数 他不是 数值 所以他还会框到业务姓名 所以等一下会多一页 我们先看一下好不好 我们先看一下 按右键 按什么 插入 整列 一列一列的嘛 所以是整列 按确定 有没有看到 同意设吗 有没有看到 他在每个地方 上面都空一列了 每个地方上面都空一列 再一次哦 按复点哦 好 再一次哦 滑鼠放在这个地方 框起来 按寻找 寻找什么 常数N OK哦 看好哦 好 然后呢 按右键 按插入 插入一整列 按确定 那么你就可以不用一个一个去插入了 他就自动把你插入一列 有没有看到 好 可是呢 你可以看一下哦 诶 那我的部门叫做你这个地方 哦 这个地方 没错哦 好 再来哦 那可是我刚刚说过 他会给你多加 对不对 因为他从业务信门也一起弄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 所以你最好的方式 我可以让他这么这么做 来看一下 框必然五美城 用从五美的城开始找 我们说我们寻找的地方是你滑鼠放在什么地方 他从哪个地方开始找 所以你最好是滑鼠放在五美城的地方 南复原哦 南复原 好 然后滑鼠放在五美城 意思就是说他从五美城的地方开始做 上面他就不会去做他了 那懂意思吗 好 一样哦 寻找 常数 哦 不是 先按这个 这样可以吗 我不是要先按看 寻找常数 也不行 也不行 那么 可是我在家里住的时候是这样子 没有办法 可是这样跑 我们先按看好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好 这样子 就只能寻找下面的就对了 好 常数 那么就从周围把五美城给框起来 然后再按右键 按插入 一整链 先按看好了 可是你业务姓名不对 你要从王玉智开始做 从王玉智开始做 我们先按看 没有 我们就多事无所谓 你赶时间吗 王玉智有没有看到 好 接下来要什么 插入 然后你还是要把业务一刻给往上 剪下 贴上 就看你怎么做 随便你怎么做 把你这样能够恢复就好了 好 接下来还要什么 我们看还有什么东西做 利用我玩就算了 是这样子吗 起码要弄我神想 还有什么东西我要做啊 没有了吗 好吧 那你们自己做 那接下来这个东西 我是不是交过你们了 OK 那你们今天把它弄完 看下来 看下来 这顿子很可爱 谢谢大家